《京都結緣》第一輯 由葉文義居士主持 張苑蓉編導 鄧慧嫻監製 現在開始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既然永遠也是願 問西中不必詛 且接受 萬事千段 倦也願生也是願 已取消 zap 必詭彰寂寞 华年 万事随缘 空出我身 颜种种世上远 羊羊带苦恼 永远也未挂烟 随缘 随人生的方向转 心欢喜 不生乱 一切思念 就让花风中铁铁 今天是1981年7月5日星期日 在一般人来说 今天只不过又是一个星期日 但是在我们来说 今天就是一个大日子 因为今天是空中结缘开始播出的第一日 这一个由香港电台主办三轮世佛 法相佛学班同学会赞助的佛学节目 能够有机会诞生 是一件莫大的喜事 在过去二十多年来 本港任何一个电台 都未曾试过播出一个 好像空中结缘这样的节目 很多人对佛学都是传有不正确的了解 甚至是偏见 他们一提起个佛字 就好像啪啪的那样 一是就觉得他是很玄妙 很艰辛 一是就认为他追不上时代 是落后的 还有一些还认为他是告人迷信的 这种种的批评和意见 一直以来越传越广 对于以上的问题 佛教的人士也很难有机会一一解释 因为佛学的美妙处就是一切随缘 要你们本身去领略 本身去接触 是绝不强迫的 那假园你也有兴趣的 非常欢迎你来加入研究 这一样可以明心见证 美化身心的精神营养素 假园你 认为佛学是难明 落后 甚至是迷信的 那也请你出少少时间来探讨一下 还有 空中结缘这个节目 并非是专门为佛门子弟而设的 我们更希望的就是多一些从来没听过佛学 或者对佛教传有偏见的人士收听和指教 所以 无论是男女老幼 无论你是不是佛教徒都好 是一律欢迎的 希望 藉着空中结缘这个节目 我们能够将佛学的精苗处 传播开去 延续下去 更加希望能够与你每个星期都在空中结缘 好了 讲了这么久 现在要开始这个节目了 由这一辑到第十三辑 我们这个节目的形式就是分为几部分 第一就是一个佛学讲座 这个专题演讲就是由一位很富有 港经经验精言佛理的叶文议居士 来和我们主持 剧化佛经故事的部分就是分别邀请 富有广播经验的剧坛精英来参加播演剧中的角色 另外我们还有有掌问答和信商 好了 现在我们邀请叶文议居士 你和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讲座 题目就是佛教是什么 各位听众 今天我想帮大家研究的问题是佛教是什么来的 普通的人士对佛教都有各自的看法 因为佛教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有些是关于社会性的 就是所谓入世的 有些是关于宗教性的 所谓出世的了 又由于佛教是一个历史很长远的宗教 它传到来中国的时候 亦都是分开了很多的宗派 虽然他们都是意图同归 但是由于大家都侧重各方面的观点与角度 所以有时候令人接触起来 就觉得它是很多方面的 那我们今天呢 只是想将它那些重要性 普遍性的呢 是归纳做三点 第一点呢 我想讲的 就是佛教呢 是非常之尊重科学性的 怎么见得呢 因为佛陀呢 经常他一句说话是说 他说 任何万事万物呢 都是原罪而生 原散而灭的 所谓因缘和合这种的道理呢 是很富有的 那譬如我们看一下 一件事物呢 或者一件物体的出现呢 它就是经过很多的因素 然后能够成功的 我们眼前说一张桌子 那这张桌子呢 它是由木料啦 工匠啦 又和金钱啦 以及经验啦 又以及一些钉啦 或者一些膠漆啦等等 经过了一段的时间的工作之后 然后这张桌子就具体出现了 那我们说这张桌子呢 是可以说是因缘和合而生的 当它出现的时候呢 它是具体存在 是有价值性的 但是当这张桌子 经过了一段的日子 或者是经过了暴力的破坏之后呢 因为它各样的条件啦 分散啦 那所以这张桌子呢 或者会被破坏了 或者呢 是消失了 那也都不一定 那么佛陀呢 将这个道理呀 是不仅指引用到在事物上面 它也都是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之上 我们的生命呢 也都是同样是 原罪而生 原散而灭的 那么佛家呢 是经常呢 引用这一种这样的道理呢 而这一种的道理呢 也都是比今天 科技昌明的时候 的科学家呢 是认同的 那么第二点我想说的呢 就是说佛教呢 是入世的 是积极的 我在这里呢 就想引用一段佛经 是来做证明的 这段佛经呢 就在华严经 普言行愿品 那章的一小节 来做代表 它是这样说的 于诸病苦 为作良医 于失道者 是其正道 于暗夜中 为作光明 于贫穷者 令得福藏 各位 这一段 这么简单的 说话呢 他的意思就是 鼓励那些佛教徒 或者尊重佛教的人士呢 他都要是这样做 对于有病的人呢 要为他做医生 这种医生可以是 医他的肉体上痛苦 或者医他的心灵上的悲伤 就对那些迷失路情的人 或者他在人生迷失了路 或者在现实上迷逃 那我们都有义务 有责任指出他走上一条 汉庄大道那里 那在黑夜之中 我们不论他是在人生的黑夜 或是在现实的黑夜 都应该为他指出 安明的道路 那还有 对于那些是贫乏的 这个贫穷 不是一定是指 他在经济上的财富上 这个贫穷呢 可以说他欠缺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欠缺的人呢 是很多 有些人是欠缺了温暖 有些人是欠缺了爱 有些人是欠缺了知识学问 有些人是欠缺了健康 自然也都有人欠缺了财富 佛教我们呢 对于这些欠缺各样事物的人呢 是医住他所需要呢 令他发掘了他所应该得到的事物的 那我们由这几句这么简单的说话呢 可以知道 佛家的确很想指导众生 得到一个健康的路徒 在大成的佛经里头呢 到处都是这样提出 而且佛陀的弟子呢 就是叫做菩萨了 如果我们要修行菩萨道的人呢 他一定要学习 所谓叫做五明 这个五明呢 就是内明 医方明 公口明 声明 和恩明 内明呢 就是内心啊 那种定力 一个人 你自己一定有集中的注意力 和定力 然后可以应付 或者抗拒外来的烦恼 或者问题 第二 医方明呢 我们学习了 是医治自己 和医治他人的疾病 估计它这些疾病 是肉体上的 或者是精神上的 至于公口明呢 就是令到这个世间的科技啊 或者是工程上啊 都得到进步 和呢 日用上呢 得到方便 至于第四种所谓声明呢 就是一种文学的 艺术的 诗歌的 或者绘画的 等等 佛陀呢 亦都认为 佛弟子的菩萨呢 有义务 将这个世间美化起来的 最后一点 因明呢 这个因明呢 就是逻辑的 这个逻辑呢 是指导我们 说话的技巧 或者思想上的 是纯属 如果我们思想上是纯属了 正确了 而我们的言论上 也都有技巧的时候呢 那我们 在指导他人的时候呢 第一 自己就不会错 第二 也都不会呢 是指引人家走上歧途 因此呢 这五点呢 都是我们大乘佛教呢 的人士呢 所应该遵守的 在儒家诗地论呢 那里都有说 菩萨地三十五卷 他这么说 菩萨当于何求 菩萨当于五名处求 那就是说 我们在在呢 都要照这样做 另外啊 在灵严经 那里还有一节 这样说 将此身心奉陈策 事则名为报佛恩 他的意思 即是鼓励那些弟子 要将他的身体和心灵 深深来奉献给世间 奉献给众生 这样呢 就等于报答了他的老师佛陀了 各位 你看下佛教是一种 几积极几入世的宗教 第三点就是 我认为呢 佛教是一种真正的 疲倡平等的宗教 那又何以见得呢 这样 因为佛陀啊 将每一个人啊 的觉悟 或者他的成功 以及他的奏毅啊 他都将他觉点呢 是用来归功在人的努力 和他自己的行为 以及他多年的辛苦造就的才学 智慧之上的 他不会说这些的努力 或者才智呢 是偶然的 他很赞成呢 个人的恩果 你布施得到富裕 学习得到智慧 这样的时候呢 这种的事物 在社会的行为 是应该是这样的 至于啊 其他一点最大的平等呢 我认为就是 佛呢 他就说过 一切众生都是平等 因为每一个众生呢 都可以成佛的 那另外还有一点 最具积极性和真实性 最有证据的力量的呢 就是当佛陀在世的时候呢 他是提倡 古印度是要四性平等 他这种四性的平等呢 所谓 传统上的婆罗门啦 贵族啦 工商业啦 以及奴隶啦 都一律 是过着一种平等的生活 这一种这样的提倡呢 是令到啊 当时那一种 社会上不幸的阴影呢 是和缓了很多 这些呢 都是佛陀啊 那种平等提倡的功力来的 各位 佛陀啊 这三点的道理呢 可以概括了佛家是一种知人勇的宗教 当然啦 佛教是一种历史很长远的宗教 自从佛陀来这个世界呢 到今年 已经是2525年了 他留报的区域又这么广大 那当然啦 有多少呢 变了质 但是这些变质的地方啊 因为社会的人士 没有好好地抉择了 所以他们见到 有些拜神的人呢 他又说这些是佛教 见到一些烧元堡蜡烛的行为呢 又说这些是佛教 那我可以在这儿 挺身而出作证 说这些呢 所谓拜神或者烧元堡蜡烛那些呢 都只不过是社会的风俗 或者是祖先崇拜的后果 与正统的佛教呢 完全没有关系 当然 也都是有一些佛教徒呢 他都喜欢这样做的啊 那在自由社会的时候 他自己做的事呢 是应该他负责 没有理由呢 将他完全呢 是擠了到佛教那里 而由佛教负担的 这点呢 我相信那些有学悉 明眼的人呢 他自不然呢 会是有所抉择 那呢 我今天所讲的呢 就大致上呢 就是这样 将来呢 我还继续呢 会和各位将佛教的意义呢 再帮各位研究的 那跟着呢 我们就为各位介绍呢 是一个剧化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是叫做邱波尼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是讲佛陀 怎样提倡平等的啦 在古印度 由于政治黑暗 统治者 将阶级划分成为四种制度 即是祭司 贵族 工商界 和奴隶 其中以祭司是最高级 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 而奴隶最悲善 最妻惨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这个故事的主角 邱波尼 就是奴隶的身份 这一人 阿南律 拔提 和阿南陀三位王子 就一起来到邱波尼那儿了 邱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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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来啦 自问邱波尼 叩见三位王子 祝王子健康快乐 邱波尼 不必多来啦 我们今天来 是想来 我知道我知道 刚才大总管来过 他说给自民听 说佛陀今天有个剃道大会 很多贵人去参加的 邱波尼 跟大总管他梳了个鸡 带了一串马老猪 不知多漂亮啊 王子 你们又是否去参加法会呢 没错啦 就是这样 所以才来找你 好啊好啊 不知道三位王子 今天想梳什么装呢 速发插衫 或是正丫国计呢 我们不是说这些 哦 那不如梳高发束边啦 来 带回四粒绿宝石 还差不止金针 那很华丽高贵的好吗 是 不是啦 我们是想 是是 邱波尼蠢 邱波尼想不起王子去见佛陀 自民听老总管说 佛陀做王子那时候 好喜欢清清地将头发束成一闪 就用金绳围住 面前梳下来 短短的 旁边还拌了一圈白水晶 清清爽爽 精精神神 整个武士那样的 不如王子你们都学佛地梳啦 好吗 嗯 我们就是想学佛那样 不用梳啦 啊 什么呀 不用梳 王子 请你们帮一下王 千万不要不梳啦 你们要怎么梳 邱波尼都跟完事后的 如果不让我梳 大王就会怪我的啦 不让我做王室的理发工人 那我就惨啦 邱波尼 啊 你不要误会啦 我们不是这样的意思 哦 喏 我们跟随佛陀收道啦 那以后剃道了 就不用再留头发梳头啦 哦 那啊 快点 如果不是 我们就迟到的啦 哦 那啊 那好吧 大哥 照我看 邱波尼好像不舍得我们那样 你看他 整个都呆了 是啊 又不怪得他的 他自小就服侍我们了 又勤力又听话 他现在知道我们要离开他出家 又不怪得他难过的 来 我们过去那边商量一下 好啊 好啊 两位王兄 嗯 不如我们安慰一下他 我们的首饰现在都没用了 就送给他你说好不好 啊 好啊 那样做好啊 好啊 好啊 我们摸下来啦 是 啊 又过来 我们三兄弟都很明白你的心事的 你服侍了我们一场 我们给了这些首饰你作为纪念 那 这条金链是我给你的 有四两重的 那 这一串玉珠 是很值钱的 你收了它 又过来 这只红宝石铁更值钱的 明天你要钱花的时间 千万不要自己去买 就交给程相给你买 要不然人家会冤枉你 说你偷的了 还有啊 你以后都不用再做工的了 等会我交代总管一声 隔除你奴隶的身份 你以后就有自由的了 奇怪了 为什么他还是傻了 这么说不出的呢 究竟做什么 喂 邮波莉 邮波莉 你干什么 有什么心事 没有啊 没什么啊 王子 没什么啊 还说没什么 我们三兄弟 给了些珍贵的首饰珠宝给你 为什么你不多谢一声 嫌少 不是啊 自问好多谢三位王子 这么关照我 不过 我做了这么多年奴隶 命运这么悲惨 一时敢怀身世 不知道现在邮波莉 可以帮三位王子做些什么呢 爸 你先帮我们看了头发 是啊 你先帮我看 是啊 我先 我先 大家轮流来 不要争 学佛应该谦阳有礼仪的嘛 你没听过佛陀教导吗 你先啊 是啊 是啊 那你先啊 你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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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 你们不用让了 好快的 用什么啊 一会儿就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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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啊 伯波莉 你哭了 呱 萱 伯波莉 你怎么哭了 誰叫我呢? 叫得這麼好聽的? 是我, 你擔高頭就見到我了 你是…你是誰? 你穿的衣服這麼特別 偏袒右肩, 合埋手掌 相貌又莊嚴, 又磁場, 又好看 你是不是就是佛那些徒弟? 我就是佛了 你是佛? 邱波尼, 剛才是我叫你 好, 好, 我真是開心 原來是佛, 原來是佛, 自問邱波尼叩見佛堂 行了, 邱波尼, 你有這麼多珠寶, 又可以自由了 那你還用什麼這麼傷心呢? 佛堂, 自問不是為生活擔心 也不是為身分難過 不過我是傷心自己而已 你有什麼心事可以告訴我? 佛堂, 你有時間聽我這個自問說話嗎? 嗯 你是貴族出身, 現在又是法 受到所有人士的尊敬, 自問怎麼敢說自己的閒事給你聽? 我是眾生的導師, 慈父 我來就是幫助大眾解除煩惱的 所以你有什麼心事儘管說呢? 佛堂, 自問是傷心自己的命運 邱波尼本來是隔離國家的貴族 小時候, 我們就被這個國家打敗 一家人就做了俘虜了 幸好大王收留我做理髮工人 但是就編了我入奴隸階級, 成為賤民了 這些事我也知道 不過已經是以前的事了 你現在還哭什麼? 賤民傷心的是, 連改善自己的命運都沒辦法 今天被三位王子出家的事, 引起悲傷而已 哦, 那你想怎麼樣? 我, 呃, 賤民想學王子弟一樣 都跟佛出家, 學修行 不過, 有過來知道自己的身份未占 一定不行的了, 所以才會傷心而已 你不用傷心了 你都可以學王子他們一樣修行的 什麼? 我都可以修行? 難道, 難道我的耳朵有點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 只要你有決心, 你都可以學他們這樣修行的 跟我來吧 好呀, 好呀, 好呀 這個剃道歸依法會真是隆重 是呀, 這麼隆重的城會, 真是沒試過的 你知不知道, 連大王都來參加, 剛剛好像走了 哦, 佛陀提倡四聖平等 很多奴隸都出了家, 歸了醫 今天這個法會, 祭司貴族 工商界和奴隸都一起在這裡 都不知道多熱鬧呀 喂, 我是來歸醫的 你呢? 你是不是? 我也是 你知不知道, 這次很多人發心出家 連幾位王子都報了名 對了, 為甚麼還沒見他們來的呢? 啊, 來了來了, 王子來了, 王子來了 弟子鼎禮, 佛陀 好, 你們來到, 很應該向師兄行禮的 凡事都有先後尊備, 你們輪住來了 弟子尊備 有禮, 師兄有禮 有禮, 有禮 有禮 這個不是優玻璃 是呀 為甚麼他在這裡? 是呀, 還穿了袈裟 他是奴隸來的, 怎麼可以這樣呢? 是呀, 他是奴隸來的, 怎麼可以這樣呢? 那些賤民有甚麼資格做佛弟子? 沒錯, 他是我們的奴隸, 有甚麼理由要向他行禮? 是呀, 站在一起都已經降格了, 還要行禮? 好, 先不要管他 你們不要走著, 先站在那裡 你們身為貴族, 一直受不平等階級觀念影響 甚至現在發心修行都還是這麼驕傲 那又何必修行學習呢? 是呀, 請佛堂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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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道就是要學高貴善良的品德 修行就是要改善自己壞的心理 修飾錯誤的行為 學道才有意義 修行才有價值的 是呀 驕傲是錯誤的 每個眾生都應該平等 不應該有階級之分的 雖然邱波尼是奴隸 但是他一樣有善良的品性 有優秀的本質 他不應該永遠都被人鄙視的 是呀, 佛堂, 我知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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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接受佛堂教導 我現在向他鼎禮 大罪了, 優波尼犯了罪了 賤文怎麼可以受王子的禮呢? 佛堂, 救命呀, 救命呀 優波尼怕得腳都軟了, 不會起來了 優波尼, 你不用怕 不過你以後要改過了 千萬不要再自卑了 是 既然眾生平等 那自大和自卑都是應該矯正的 希望大家以後虛心學習了 知道了, 婆婆 真聞呀, 真聞呀 佛堂提倡平等 佛堂提倡平等 真是有意思 佛堂提倡平等 那的確是一件好事 不過, 人人平等 你以後將會變成怎樣呢? 四河入海, 無福航命 四勝出家, 雄偉識事 各位, 佛堂用和平的方法 提倡平等 這種呢 就是不流血的革命 那它是令到古印度的悲慘 不平等的制度呢 是受到很重大的影響 令到四勝階級對立的氣氛呢 和緩了 令到那些賤民呢 那些人的生活, 命運呢 是得到一度呢 有好轉的 這一種 這樣的不流血革命 在歷史上 是被人稱道的 好了 優多利的故事 你們就聽完了 那現在拿著筆出來 聽著我們的問題了 在這個故事裏面 佛堂教我們做人 是應該怎樣的呢 A 不要自大 B 不要自卑 C 不要有自大狂 又不要有自卑感 那我重複一次 在這個故事裏面 佛堂教我們做人 是應該怎樣的呢 A 不要自大 B 不要自卑 C C 不要有自大狂 又不要有自卑感 現在你們選了答案了沒有 如果選了 就只要把 A 或者是B 或者是C 寫在信封的後面 記得寫上你們的姓名和地址 信封面呢 就只要寫 九龍 中央郵政信商 200號 香港電台第五台 空中結緣節目收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 我們的截止日期 是星期四 即是今天這個節目播出之後的第四天 我們的獎品 就是最流行 附有耳統的FM原子粒收音機三個 但是如果超過三位聽眾答中我們的問題 我們就要請蘇幸璇小姐上來和我們抽籤決定 請你們快點進來警察 是的 什麼時候 在第一輯播出之後 就有幾位朋友寫信來問一些問題 其中有一位就叫做林潤生先生的 他的聲明要我們在這個節目時間之內答覆的 他就問了 他說佛家教我們不要貪真癡 甚至是拖面治乾 那是不是就是凡你遇到幾不合理的事都好 都要不要出聲 吞了它下肚子就算了 不是的 佛家所謂有低微的菩薩 即是指那些很慈悲的人士 亦都有露木金剛 這些露木金剛 就是一樣是仁慈的人士 不過他用另外一種方法去指導那些錯誤的眾生 那什麼方法呢 那他就是要看一下當時那種的情況是怎樣 譬如你說拖面治乾 那一定是要研究一下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呢 是不是應該是受打呢 或者是被打的人 是不是的確犯了錯誤呢 或者那個打人那個人 他是橫行無道呢 那是都要加以分析的 這些就是佛家所說的智慧了 不過這樣 好了 如果那個人是橫行無道 但是他有一把小刀拿著的 那你又怎樣 如果是這樣 佛教他也是很厚道的 這個要拿著刀去威脅人的人 他當然有錯誤的認識 那第一步呢 如果是照正佛教來講 他為了第一 不要令到這個人 他再犯了殺人 這一種這樣的行為呢 他應該大力阻止他 第二呢 也都是要自衛的 那麼他也都要保護自己 那麼同樣呢 也都要是制止住這個行空的人的 好 好了 那麼林先生 葉居士就已經答了你的問題了 那麼你現在明不明白是應該怎麼做呢 各位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問題是要問葉居士的 請你們仍然是寫信來 九龍中央郵政訊商200號空中結緣節目收就可以了 現在時間就夠了 好 我們在下一個星期日上午9點30分再見 今晚後 可以坐在哪兒 要是否不讓我 要是否要是否在下一個星期間 還有我的世界 要是否在下一個星期間 在下一個星期間 在下一個星期間 要看見我 我現在可以看到你 唯一會兒 不會有什麼問題 在下一個星期間 是否在下一個星期間 心中不必絕 且接受 萬事千斷 願 見 亦是願 生 亦是願 心中不必願 刻掛念 萬事隨緣 空出我心 那種種世相緣 樣樣不苦惱 永遠也未掛念 隨緣 隨人生的方向轉 心歡喜 不生願 一切事 就讓他風盡節奏 空出我心 那種種種世相緣 樣樣不苦惱 永遠也未掛念 隨緣 隨人生的方向轉 心歡喜 不生願 一切事 就讓他風盡節奏 人生的方向轉 心情 人生的方向轉 感谢观看